好 好 我覺得應該可以放棄了啦 我下載了G-Shock Move App G-Shock Caseo Watches OK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放棄的 因為我試了三種 他所有的G-Shock手錶的App 我第一個下載Caseo Watches 也不能 G-Shock Move也不行 G-Shock Connect 看起來是一個舊的軟體 然後他要轉換成Caseo Watch 所以這個軟體也不太行 所以都沒有辦法登入 都沒有辦法使用藍牙的功能 到底是怎樣 我整個問號 沒關係 我們就先到這裡啦 好 我覺得應該是目前可以放棄 或者說我們之後再慢慢深入去 詢問一下公司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下載了Caseo Watches 沒有辦法登入 G-Shock Move也沒有辦法登入 反正沒有辦法用藍牙 連接到我的手機 因為他一定要登入你的帳號 你才可以使用這個App 才可以使用藍牙功能 所以現在完全沒有辦法用這個問號 我們這張會不會有不擅長的招呼